Hello 歡迎收看第一集的 Let's Play 續錄三角 我們今天會看看司馬爾的覺醒技能 以及怎樣使用司馬爾是最好的 司馬爾的覺醒技就是加大原本技能的範圍 我現在會比較一下覺醒前和覺醒後的分別 左邊就是覺醒二技的範圍 右邊就是未覺醒的範圍 如果我們數一下格子 其實半徑只有四格 我就不明白這條數是怎樣計算的 如果有人知道怎樣計算就麻煩你告訴我 究竟這55%加到哪裏 那什麼時候拿司馬爾呢? 基本上我除了搶錢搶量之外 我也是用司馬爾的 因為我不是很多隻七聖姦 打戰役的司馬爾效果是最好的 因為打戰役的時候 防禦建築的血體特別多 你拿一些高攻擊力的兵種 像方士 虎兵這些 最好用 通常人們都是用方士的 我平時都是用十多隻方士去打的 這次我試了拿虎兵 效果都可以的 都打到16% 殺到武將 要帶國家或者旁痛 因為可以兵了戀佑塔和其他防禦建築 我沒有防禦建築就會用國家 另外那兩個武將我拿什麼呢? 我不會拿盾象 我不會拿張飛這些武將 因為張飛走得快 是會多血和會補血 但是他走得快 一定會先給戀佑塔 戀佑塔燒幾秒他都死了 那我就拿劍象 我拿馬超和降位 首先馬超可以調場 有時候你的兵是會喜歡打場的 第二就是他們都可以定下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們加上司馬爾的Buff 加上攻擊力和攻速的時候 他們的秒傷是差不多到2000的 即是每一下攻擊都打到1000多的 那變成他們死之前 都可以做到很多的傷害 那我現在播這段影片就是 軍團戰其中一個攻擊 那我錄的時候是Live 那現在我才可以速度影片 那我就左手邊攻進去 因為最後兩張飛都在左手邊 那第一件事清添了外城的垃圾 然後就插進陷阱 那才放上武將進去 那我很早就開始試買個技 因為他有18秒 18秒是足夠時間 我清添很多東西的了 那姜維主要就是打 朱古龍和張飛清添陸氣 那郭家的技就是用來打 第二支煉獄塔的 那皇宗的技呢 遲些就用來打後面那支煉獄塔的 那 雖然 這個城就不是說很厲害 但是你也看到 司馬爾的Buff和方士加起來 那威力是很大的 那還有另一件事 司馬爾的Buff是有Bug的 他和武將是有Bug的 你看到皇宗還是紅薄薄的 時間已經過了 而且皇宗也不在他的距離裡 他依然是紅薄薄的 他的Buff現在還在 他的攻擊力和攻速 都依然有加到 那所以 你可以看到 司馬爾的Buff 除了對兵種有效之外 他對武將的影響也很大 那今天要說到司馬爾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第一集的 所以我會做了三角 如果大家對司馬爾的Buff有興趣 如果大家對司馬爾的Buff有興趣 留個言話我聽 我可以仔細解釋一下 如何計算司馬爾的Buff 對武將不同的兵種是加多少的 在身邊